德国的公司 以投资者不用害怕 他们政府会改变 不会影响我们的政策 非常很明显 所以呢 德国的发展 现在为什么我们预设 这是一个30年历史的一个发展 40年历史的一个发展 以我们太长时间 浪费能源 我们政治的实践 讨论和能 很晚才发现 这是一个我们建立一个 全国人员的构式 我们其实可以放 所有的能源的基础在里面 我们可以决定 全国的一些目标 然后实施普通 实现这些目标 那现在看一下 德国政府的想法 实在是很好的讲 嗯 不要想 德国政府过去 一个40年未来的整次 他会做 就是他们自己开会 想出来这样的东西 实在很简单 其实 德国政府邀请无所研究构 对他们提供 所以这个大范围的调查 就是每个人做独立的调查 问他们有没有这个机会 可能40年以后 会变成一个财神里面的工业文化 这个有没有可能 是他们的问题 以无所研究所 他们都回答 可以 可是成分 有默默的 以那个研究所的那个成分 擦出来的成分 有很大的不一样的部分 可是大家同意 如果要达到整理 也要分析 不是能源的东西 可是我们的成分 可是他们也说 这个研究所 也说 你们看那个40一半年的 那个文明回来的发展 我们可以比较 石油 煤 都会变得比较贵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投资在财神能源 我们可能是第一 可能费用比较高 可是我们也可以加强 我们德国经济的竞争力 我们也可以提早 新东西的技术 我们可以上 新的那个城市文化 一些一些政策 我们可以研究很多的东西 可能是很好的投资 然后有一个政治决定 好 走 目前的那个 城市里面的能源的政策 或者设施 是这样 都是全开的 嗯 你看有一个 中央法典的一个工厂 然后它分 配那个能源 以每个党位 独立的 有一个能源消耗 就是它 屋 咱家 咱机构 或者在节约能源的部分 这样浪费的能源 浪费的能源非常多 那未来的话 一定可以 预测 会改变这样 都有关系 我们有独立的 法电机构 尤其是大楼 房子 他们 技术已经有在多过 很多的大楼 已经是另一趟的房子 其实他们发的点 比他们需要的点多 他们可以自己变成一个 发电农村 一个大楼其实 可以赚钱 也 再加上 不需要在城市里面的发电 我们其实 现在很多 以前比较平秀的农村 现在变成发电农村 农民一间 比较难赚钱 只有买他们的水 或者文采 现在他们满电 可以赚很多钱 很多的以前 比较平秀的农村 也真的蛮豐富的 这样 我们看见 在多过 有一个非常深刻的 经济体积的改变 非常深刻 它已经开始了 已经走得很快 可是我们还要做很多的工作 我们还要引起来 那个电动交通 电动交通 为了足中间 为了减少我们的 二元化碳排放量 可能为了 去在一个 share economy 就是说 我们越来越少 公共有一部车 我们 只有租一部车 在不需要的时间里 人家可以借用很多的能源 很多的钱 可以改变全国社会的费用 在很多方面 我们会看见 这个 城市会变成一个 智慧 不是一个 年老的 一个 一个 英尘兰利亚 其实它 用英尘兰利亚 变成一个 智慧的城市 我们目前 只有三年多的能源 政策改变 就是说 还是蛮短的时间 可是 已经有一些成功 尤其是在投资方面 德国其实在 在城市会变成的方面 在那个 能源的改变 指挥的网 电网 这些网 它投资的 非常非常多 你看 200亿欧元 在2013年的投资 当然 这一个 对经济的发展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 数字 所以让我们的经济发展 再加上 尤其是 看德国 在中国的出口 成功 跟这个也有关系 因为中国大陆 非常非常 去抵抗能源的消耗 它也很 很具体的看 那个 城市绘画方面 新技术 新的概念 它们在这个方面 投资的很多 德国的公司 在很多方面 可以提供它们 需要的技术 需要的 那个 节约能源的 几倍 所以 这些投资 其实 是我们目前 德国的经济发展 那么强 是一个源 不是 不是最重要的 可是 是一个部分 再加上 你们看 那个 经济在改变中 就是说 越来越多的人才 会工作在这个方面 会希望 这个方面的行业 会得到一个帮助 它们将全社会的想法 改变 也 你们看 现在德国 发电的百分之二十 就是 都是再生能源 在很短的时间内 我们的能源 能源 能源 感变得那么深 所以 有的时候 我在台湾听见的人 不行 不可以 用再生能源 发电 可能 五十八分之百 这个诊病还没有 可是 到外面 这个时候 除德国整整个 在一个工业国家 可以 嗯 你们看这个 环保方面 这样 全德国的GDP 百分之一 就是说 我们终于一部分 你可以预测 这个部分 还会 越来越大 嗯 我现在 也要看德国人的想法 就是说 为什么德国人 会那么 那么 喜欢他们 那个环保整次 他为什么那么看一 而何呢 要要见德国人 非常害怕 德国人不喜欢分享 你 如果一个德国人 看你的未来的一个问题 他马上会 无助 他要马上解决他 他不愿意的 他不愿意说 他不愿意说 我们这个问题和基础 不会 德国人看那个气候变化 然后 虽然还有很多人说 啊 怎么做 跟何能量 虽然那个 保证 那个 保证可能性会 没这样听 他们不管了 又一个保证 又一个可能性 没这样听 没关系 所以 在很多方面 德国人 也跟黄老师一样 我们要看孩子 我们要看孩子 我们要看孩子的孩子 的情况 我想现在 我们要解决他们 未来的问题 德国人不想 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也很愿意 做很多的表现 让他们的未来便好 有的时候 有点太多 有点超过的 有的时候 都有人对自己 开自己的玩笑 尤其那个挥兽方面 你们看到有很多的 那个 极度 一些瓢 所以很麻烦 你们去一个厂间 买 买一瓶水 你觉得吧 这个很贵 然后我们发现 啊 对 回收的瓶子 就是带来环境 钱 贴拿那个瓶子 在这 要去 一面那个厂间 关 然后他们给钱 很麻烦 就是德国人 会觉得啊 这样还是ok 就是有德国人开玩笑 你看下面 我们的照片 他其实说 麻烦大家帮助我们 回收 因为那个 可以在那个 啤酒 咖啡 也开始不放酒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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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可是 像我们 你们在德国旅游 你们也可以看见 德国的新室是什么 你觉得 你们做高速公路 或者 做不同的城市地方 你们都可以看见 这些照片 你大部分的德国人 会接受这 有的可能不满意 嗯 就是大部分 呃 希望这个改变 他们会 自己满意 啊 不能对那个 未来做的影响 呃 当然也有挑战 所以 不可以说 得过成功 太早了 这是海川普实验 我们做的那个 整次 呃 每两年 有一些研究 说 会看 能达到什么目标 有什么问题 在什么方面 呃 要改变政策 呃 一个例子是 我刚刚给你们看 那个 发电的25% 财神能源 其实 这个发展很大 我们的电网 还不过 只会 呃 真的 使用它 做一个 好处 所以 目前德国的新政府 在 实施 呃 呃 强输 这个 呃 呃 那个 呃 我们先 需要新的 指挥点滑 再给你继续发展 这个部分 这是一个例子 在很多方面 我们还在发现啊 我们的贡献不够 一个方面 也是那个 能源消耗 呃 呃 这一个能源 还是最主要的部分 如果有达到 一个 宅能源 未来的目标 如果不节约能源 不可能 不可能 会终活 我们要节约能源到 45% 等一下给你们看 这些能源 可是 一些方面 已经看见 有些改变 就是 德国人 拥有的责责 可以变少 德国人的 呃 拥有 变少 虽然我们的那个 经济发展 还是在改善 我们用的能源 已经变少 所以经济发展 跟能源的消耗 没有往起来 呃 呃 这是一个那个 调查 呃 你们看 当分 德国人的读书 都支持这个诊诊 可是 你们也看见 有的人 不诊诊 那个 百分之六是 无 原理接受的 才是能源的十倍 在他们 家附近 就是说 百分之三十个人 不原理 嗯 这个也有 有看 这个也有可能 呃 呃 这是 德国能源的政治 最重要的目标 我 这个给你们看是 尤其是 呃 呃 呃 所以有的时候 法国或者 缺客别国家的店 在一段时间 比德国的店便宜 所以当然会进口 有的时候 德国的店 比方 店便宜 会出口 这个跟太阳 跟风 有关系 如果有很多风 很多太阳 德国的男人 会变得更像 所以 德国法定公司 还给你一笔钱 那那个 店有的太多 没有人要 有的时候 没有太阳 没有风 啊 突然需要 别国家 呃 这个是个 那个 自由 自由 店家市场 要攻击的 所以 会有进口 出口 总和 德国一定 要 自己的 呃 这个 都是 这个 OK 呃 这是能源消耗的 预表 我刚刚提了 到2051年 就是40年回来 从 2008年 年出发 我们要 减少我们能源消耗的 那种工程 就是说我们每天 要提高 一个能源消耗的 那种工程 这是蛮强 一个目标 但是目前 看起来 可以感到 尤其是因为 我们的点注方面 有很多的能源消耗的 其实 理论的话 所有的 建筑 可以不需要消耗能源 发展 可以 可以达到 这样的能量 这是